-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 日本药妆必买彩妆 最近呢我发现好多人都出国了 我想现在正在看影片呢 你应该有颗春春欲动想要出去玩的心 尤其是日本 我们台湾人这么爱去日本旅行 不管说是迪士尼啊泡汤啊 或是逛街等等的 都是必备行程 那我也知道药妆店呢 连朗盲目的东西非常刺激人的购物欲望 还有考验荷包君的耐力 所以想说就整理一下 今年我在日本购入的彩妆里面 值得推荐的跟各位分享 待会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有一些我之前甚至有做过专题的介绍 那如果说你想更深入了解的话 请前往资讯栏 我会附连结给各位 好的 那我们就赶快正片开始吧 我们依照上妆的顺序介绍给各位 首先要登场的就是 Time Secret的 Mineral Primer Base 这个产品我觉得它适合的人 是混合偏干或是一般的干肌 那如果说你是混合偏油的人 也许你想要用它的话 就是要选择在秋冬 这些比较干燥的季节 油肌的话 我觉得这有点对你来说会太润了 如果说你是真的爆炸沙漠干肌的话 也许你妆前再做一点保湿 它也是可以的 这支Primer呢 我为什么会想要特别拉出来 跟大家介绍 除了它的妆感 然后持久度各方面都很棒之外 最重要的是它的使用感受很温和 然后呢推开来就像乳液一样 收干之后就好像沉膜一般 扒在你的脸上 除非你是上太多 要不然它是不会黏腻的 完妆之后就是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珠缸裂感 光泽感非常的强 可是它不是那种油亮 是你肌肤好到在发光的那种感觉 瞬间好像让你肌肤喝饱了很多的水 可是呢又把它封在里面 不会跟后续的底妆打架 然后也不会去影响说 你喜欢粉底液的妆效太多 如果说你是搭配雾面的粉底液的话呢 其实它会透出一点点的柔雾光 如果说是叠擦光泽型的话 我只能说是亮上加亮 但是呢却不会显毛孔 所以我觉得它是以光泽型的primer来说 非常厉害的 而且它的价钱虽然说是开价的嘛 但是呢品质我觉得是不输给专柜的 因为它吸收钻进皮肤里面的那个保湿感 哇真的是非常的快 然后对我的鼻翼也不会尖叫 肤矿不稳定的时候用它也算是还蛮安心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混合偏油的人的话 我也有推荐给你的产品 Suku的Smooth Cover Primer 我手上这个是中氧 然后我有两个中氧 都是Parker送给我的感恩的心 这两款产品都是A LITTLE BIT GOES LONG WAY 用量还蛮省的 然后其实它的光泽感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的 可是它有适度微微的控油感 它能够温和的去hold住你的妆容 之前我有一次意外的发现 它搭配极肤之腰的气垫那个妆容 真的是太厉害了 你肌肤会瞬间变成言情小说封面的女主角 这样子就是好像自带了滤镜一样 然后虽然说你戴着口罩 你的妆会有一点点的转印什么的 可是并不会影响你的美丽程度 所以这个也是我重复使用下来之后 我觉得非常惊艳的产品 那Suku在台湾价格就偏高嘛 现在去日本就是会有汇率的优势 加上又是免税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有想要购入Primer的话 可以依照自己的肤质情况去做选择 那依照我之前的经验现在去日本他们都还是可以试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不放心的话 还是可以试在手上看看 这两款呢都是那种会微微提亮肤色 可是不会到过于死白的类型 总而言之就是我爱我喜欢 接下来粉底液呢都是要装类的了 台湾就是没有装柜比较不好入手 首先是这款Kiss的粉底 之前我在影片里面呢就跟大家推荐分享了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它是因为它的色选非常的多 其实像我这种偏健康肤色的人啊 买日系的粉底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 颜色不是太白太粉就是太黄 可是Kiss的颜色我觉得它调的还不错 以开架来说它的色选算是还蛮齐全的 再来是它的使用感受上 它的巴脸力非常的强 然后会揉胶你的肌肤 可是看起来是不着痕迹的那一种 yes 你是会有妆感 可是呢也是那种自带磨皮滤镜的感觉 基本上都是看起来非常自然的 而且就算是你长时间戴妆啊 或是戴口罩它都不会暗沉耶 就是以开架粉底来说 我觉得它真的好厉害 不管说是妆效持久性色选平均值 我认为都是非常在线的 加上呢它的包装是玻璃瓶的 然后又有压头 所以它整个质感来说 嗯 我觉得就是就是很棒啊 而且之前台湾其实有短暂的进了Kiss这个品牌 可是后来就不见了 有一点点的可惜 但没关系 如果说大家去日本有机会的话 可以买来用用看 一样它们也是有试用品的 所以可以try try看这样 那这款粉底液呢 因为我之前就有介绍过了 所以一样就是请大家点击 呃 这边的连结 或者是资讯栏 可以看到更完整的上脸效果 以及讲解这样子 另外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Integrate 但是它是比较偏首领的系列 所以它叫做 Integrate Gracie 那这个粉底液呢 其实我已经听到好多人的推荐了 我必须说那些美妆YouTuber KOL在推荐啊 真的没有在骗你 它真的很漂亮 它真的没什么粉感 然后画出来的妆就好像是 你原本的皮肤就这么好的感觉 以色号来说呢 虽然说选择不像Kiss的这么的多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找到我适合的颜色 至少不是那种很黄或很粉 然后它又有适度的保湿力 所以就算是在秋冬这种比较干燥的季节 它的戴妆能力也算是还蛮不错的 跟Kiss比起来 它的转印在口罩上的量是比较多的 那持久程度上的话呢 也是Kiss略胜一筹 可是因为它的妆感真的是太漂亮了 如果说你要买它的话呢 你就是把妆定好 然后如果有定妆喷雾的话 喷一喷 还是可以all day long如此的美丽 它是那种一上妆的瞬间 就会惊叹的粉底 而且它也不怎么暗沉 基本上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bug 只要你是适合的人 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原因让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它的包装设计 它是开放式的瓶口的 然后有一个膜在上面 那你就会觉得说把这个膜拿掉的话 产品好像很容易变质 如果说不拿掉的话 你每次就是打开再放回去 就会弄得满手都是 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呢 就是会用磨刀来去做上妆 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卫生一点 因为总比整个手指头撸进去 然后变成细菌的温床好一些 如果大家没有像这种的粉底调和棒的话呢 也可以用棉花棒啊 或者是说干净的刷具去沾取 那它一样也是玻璃妆的 所以呀我觉得算是蛮值得购入的两款产品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推荐分享一个彩妆工具 那就是这样 NB的海绵蛋 它真的是我今年用到最好最好最好用的海绵蛋 话说的非常非常重 可是请你听我解释为什么 它不管说是单用或是实用都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不像是有些海绵蛋 你把它沾湿水分挤干之后 你把它压它 那个水还会噗哧噗哧的漏出来 不会 它就是维持了完整的湿度 所以就是会让你的底妆更加的均匀 加上它的柔软度跟回弹力都非常的棒 所以你在上妆的时候 你会感觉得到 它的湿粉力是刚刚好的 然后也不会吃掉太多你的底妆 唯一的缺点就是身在台湾的我们难买 那到日本你有可能也会买不到 甚至在某些店家里面 它是限购的 所以它在日本一度被称作为奇迹之蛋 它太难买了 你买到就是个奇迹 OK 就是如此的夸张 虽然说我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 那个架上还是蛮坑蛮鼓啦 但是anyway 它就是有如此厉害的称号 那我自己认为 如果说你是一个习惯使用美妆蛋的人 这颗你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我当下好像是买了一颗回家 试了之后 又再去其他的店铺 回购了好多 甚至我觉得它是NB的产品线里面 如果说只能推荐一样 我就是会推它 就是如此好用的程度 讲到我好像他们家的销售 但对就这样 好啦河北玉介老师赞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就是遮瑕 其实不瞒各位说 我今年在日本有施青丰一波 买了非常多的遮瑕盘 就是基本上热门话题的 都买过一轮的 比如说Advors的 然后NB的 Sanshan的 然后Humi的唯一有买 那评比综合下来 我觉得新手最好上手的程度 或者是说遮盖力的强度 以及价格CP值等等 我评比下来最喜欢最喜欢的 就是Humi了 我这款的是Nature Orange 适合中间肤色 或是跟我一样中间偏健康的人 它上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底色比较深 然后比较偏橘的校正色 你可以先把它轻轻的按压在你的眼周 或者是有瑕疵的地方 接着再用下面这个肤色去做调整 个人认为它的颜色调的非常的好 然后产品的质地那个浓厚程度 也是刚刚好的 就是它不会过于的油润 它呢真的定妆就是会被定住 hold住你的妆容一整天 哪怕是在日本干燥的季节也不会均裂 但是呢它还是有适当的滋润度 所以你长时间戴妆 你的眼下还是看起来蛮fresh的 因为它的包装本来就是小小的 所以就是限制了这个刷具的size 老实说我用它不是用的非常的顺手 可是如果说你是用指腹温热的去上遮瑕 也是OK 非常方便的 HUMI这个品牌是由IGALI老师所创造的 然后其实在日本女生之间也是非常的有人气 很多产品也都是卖断货 可是比较可惜的就是它在海外的名称 就没有像ANDB那么的旺 但是还是一个值得发掘好物的宝藏品牌 等一下我后续还会介绍其他 我爱用的他们家的产品 所以呀 遮瑕就先到这边 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Excel的腮红 我想从影片里面你们就可以看得到 I beat her so hard 就是 它就是已经被我用到烂烂的 可是呢 完全没有铁片 在日常生活之中呢 我真的非常常使用它 爱用它的原因不外乎 就是因为它携带方便 颜色好看刷具舒服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称赞一个腮红的所有的优点 它都有了发色度是浓淡皆宜 而且它是渐层的 所以你可以把比较浅的颜色刷在 你使用它烹亮的地方 深的颜色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修容的一部分 刷在脸颊的后半部就会看起来很有层次感 但是依然是很元气 而且不突兀的 而且这个颜色是百搭 好上手 不会让你变成猴子屁股 这点非常重要 再来它的刷子呢 是开架刷具里面 感动的程度非常的柔软不刺 而且大小是够的 有的时候那个刷子太小 反而刷不均匀有没有 它是可以的 你就这样子放在你的脸上左右移动 或是直接这样子带都OK 那它的收纳设计 我觉得也非常的完美 就是一个塑胶凹槽 你就放着 这样啵啵一片 就可以带着走了 而且它可以呈现非常多的妆效 Excel其实在台湾也是可以买得到的 那为什么我还会把它放入必买的里面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Excel这个品牌的定位吼 在台湾是那种 你有时候要买要很下心的程度 就是它的定价其实是不便宜的 其实在日本也是 但是因为有汇率的优势加上免税 所以我觉得可以埋搏这样子 这个是Revalon的Skin Lights 它其实是欧美品牌 可是为什么把它列在日本必买 因为台湾买不到 你要去日本逛街买的话 你就顺便吧 你买了不会后悔啊 颜色是201 Daybreak Glimmer 它是一个绝对不会出错的香槟色 然后光泽感在Pen里面看起来很可怕 可是其实上脸之后是非常自然的 粉质非常的细腻 不管说你是用手沾曲或是刷具 你这样一点点就可以达到 bling bling的效果 而且它并不是那种金属超强烈的光泽 是有一点点的润润水光感 所以你就算是重复叠加 那个光泽也是自然的 而且我觉得以打量来说 它已经算是不怎么写毛孔的了 像这边毛孔比较粗大的位置 它看起来也是非常的贴肤自然 没有大颗的亮片 然后也没有那种你上多了 可能侧面会灰灰的阴影 浓淡皆宜 日常用OK 然后也适合是跑趴的时候做使用 而且你的妆感是高级精致的 yes so 各位 一样有试用品啊 你去摸摸看 好不好摸摸看就知道了 再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And the Bee的打量 这一款跟刚刚的Revalon就不一样了 Revalon是从外表 就非常的有侵略性 就是它就在说火非常亮 跟我的衣服一样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说它是个狠角色 可是这一款啊 诶你真的看不出来 它上脸的效果会这么的惊艳呢 它刷在脸上呢 是那种波光淋淋的水光感 粉在触摸的瞬间 你就会感受得到 它不简单 因为它就是润润的嘛 然后粉也很细致 所以呢它的贴肤程度也是非常棒的 让人家觉得很开心 跟夹粪的地方就是它有刷子 而且刷子也是柔软好用的 可是让我觉得可惜的也是 它中间没有隔板 所以你这个刷子的套子 就是不能丢 因为这样子才能够隔绝刷子 接触到你的产品 简单的给大家做比较一下 这边是NB 这边是Revalon 从肉眼去看 你会觉得说 哇 Revalon明显的就是闪爆吗 可是 欸 NB没有在输的啦 没有在输的啦 光关掉 大家看得更清楚 有没有 它们都是非常的细致贴肤 我跟你说这两款产品很可怕 你一旦刷上脸 你就会忍不住想要整脸都涂满它们 就是会想把自己刷成 只会当然很起散那种感觉 今天我脸上上的是Revalon 所以我就是刷一点点的NB 在我脸上给大家感受一下 它的亮度 然后河北玉剑老师呢 他有说就是 C字打法是最能够提亮 脸度 膨润度的 所以我就 画C给大家看 你看我这边的脸是不是 整个就膨起来了 那毕竟它是打亮 所以多多少少 还是会显毛孔 可是如果说你在primer 或粉底液的时候 就先把肌肤调整到 一个理想的状态 接着在使用它 我觉得是OK的 那就是看个人的使用方式了 毕竟河北玉剑老师 他是帮女明星化妆的 女明星的皮肤 当然是没问题啦 那如果说是我们 一般平凡人的话 可能就是妆前 或是在底妆的时候 就要先多下点功夫 接着搭配这样子 C字的打亮方式 赞吧 OK 我看下一位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款打亮产品 可是它跟前面两款不一样的是 它是比较雾面提亮色 去提成你脸部的烹润度的 那就是 JJJ HUMI的highlight powder 今年不是很流行塞蓝塞子 去做脸部的提亮吗 因为这个流行趋势的关系 你那个时候我在日本逛街的时候 就果断的拿下这一盘 结果 我这样后悔没有多买一盘啊 我的Deftony 如果说你是一个用塞子 比较无感的人的话 你真的试试塞蓝 塞 好像在骂人 好 我们言归正传 一样它的刷具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我的脸very big gigantic 我用这个不知道刷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平常在用的时候呢 我是会用差不多 像这样子的刷子 去做沾取 蓝色的话呢 就直接上在眼下这边 我直接上给大家看 有没有 就是 整个就是瞬间提亮 而且我是直接把它叠叉在我的眼下 这边三角地带 就是我你知道年纪大了吗 需要膨的地方 它不会加深我的黑眼圈 然后也不会让我的脸看起来 好像上了很多粉一样 所以如果我的粉底液 用的是那种自动收干类型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去做定妆 提亮的效果呢 就蛮自然的 然后这个粉红色 它其实提亮 法令纹啊 或者是 一些你想要调整的地方 也是很OK的 那它在日本热卖的 并不是这个色号 而是偏黄的一盘 因为里面有个打亮色 就是日本樱花妹 超爱推爆 可是我觉得相比较之下 它就没有这盘这么的特别 那我确实买了之后呢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无可取代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试了 其他品牌的蓝色提亮色 真正的塞蓝 可是都没有这个油感 因为它本身的定位 就是所谓的打亮高光 所以它就能够真正的呈现出 那样子的效果 OK 刷色啊 真的什么都看不到 就是 Hello 什么意思 可是刷在脸上就是 Amazing Super Lashy Sudeke Sudeke 的那种感觉 在台湾的YouTuber界 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介绍过 所以我在这里要 郑重的恭喜各位 你挖到宝藏了 这款产品我是绝对会回购的 Yes 我就把话说到这边 眼影的部分呢 有四盘要跟大家做分享 而且有些是以前之前 影片就有出现过的 所以我讲的速度可能会快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真的是要录到深夜的部分了 好 那我们就先从Kiss这盘讲起 当初会发现它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 光看配色的逻辑 是非常理想的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日本的药妆店是有试用品的 所以我一刷色就觉得说 哇 开架这种粉质是非常细腻的 眼窝色 体亮色 重点色 加深色 安排的非常的好 不管说是单用 或者是叠擦都OK 那Kiss这个牌子 其实也有很多的好物 但是一样 除了日本之外就买不到了 所以大家如果说 在日本的药妆店 有看到他们家的东西 其实可以多为他们停留一下 去摸摸看那个质地也好 颜色也好 多去体验看看 这个系列我记得 它有出很多的颜色 大地色系也很漂亮 只不过我这个颜色呢 这颗碎钻色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就忍不住 把它加入购物车 显色度不会太过于强烈 所以新手非常的友好 那持久度也是OK 就算是中规中矩 然后不会出错的 日本开架眼影 只不过妆感或者是设计度 就更加细腻一点点这样子 再来呢是我手上这盘 Suku的眼影纯幅子 大家都知道 他们家的眼影 不是你想法就买得到的 非常的popular 所以如果说出国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记得去Suku 柜上感受一下 他们产品的品质 以及服务 这次的话 我是匆匆忙忙 在日本的免税店买的 可是我有听说 日本的Suku柜姐 非常的厉害 而且Suku他是全线在日本都非常的popular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 适合的颜色 那纯福子就是非常有名的长卖款 so 如果说你要购入的话 也是绝对不会出错的 这两盘呢 我之前都有上脸对照画给大家看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 点击连结 等一下这部片播完之后呢 可以继续去做功课 再来是NB的眼影 这盘的颜色是Sunset Brown 我觉得他们家的眼影显色程度 应该是日本的药妆类 就是那种开架类的Top 因为他已经做到是那种欧美的显色度 可是粉质又维持了日本那种细腻的珠光感 不管是什么颜色 你画在眼睛上都非常的有存在感 触摸粉质的瞬间 你就会忍不住Wow了一下 因为他们家的粉真的都非常细致 然后都是带有微微湿润度那一种 所以不管说是在贴肤力 持久力 产品的表现力 或者是说在颜色的安排上 都非常的有水准 只不过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并不是一个 非常善于化妆的人的话 他们家的显色度 对你来说可能会有点太高 所以你就少量多次的去沾取使用它 那这个Sunset Brown 我觉得它其实颜色偏灰 画得好的话就是冷掉支信 然后会有点酷帅都市感 那如果不好的话就会容易显脏 所以如果说你怕出错的话 建议往他们这系列的暖色调去做挑选 再要妆店刷色适用喜欢 如果有货的话 真的是可以考虑看看 然后它的刷子呢 我觉得以开架来说 也算是品质还蛮不错的 除了这个壳真的是很塑胶很轻之外 它的眼影还有刷子的品质 都是在线的 真的都有专柜级的水准 那NB这个品牌 我之前有做过专题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 点击连结 里面的讲解跟分析会更加的仔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推荐的 就是HUMI的单色眼影 然后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收到很钱 这一款是没有底色的 它上在眼睛上呢 就是纯粹的碎钻 做到画龙点睛的功效 而不会影响你原本眼妆 已经晕染好的那种协调性 所以不管说是上在眼头啊 或是眼睛的中间 又或者是说你想要上在锁骨啊 或肩膀 就是那种亮晶晶 bling bling bling的感觉 也是可以的 粉质上呢 它是那种cream to powder的质地 所以你就算是用手去上 它也不太会掉落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更持久的话 当然你可以搭配一些双状的眼影啊 再去做叠夹 那它的持久性一定就是会更好的 如果说你是用海绵棒去沾取的话 它会更加的显色更加的集中 这一款一样也是日本的断货款 我也是跑了好几家店 才让它成为我的囊中物的 所以如果说您有幸 能够亲眼看到它在架上的话 唉 怎么舍得放过它呢 你说是不是 Humi一样也是包装可可爱爱 然后塑胶感很重 可是产品非常优秀 持久度也是蛮棒的 所以跟各位分享咯 这是我今年年度最喜欢的眼线一笔 这个品牌叫做kimdom 产品名称非常直白 就叫做liquid eyeliner 眼线一笔 OK I got it 它的笔尖非常的细致有弹性 画在手上很滑顺 持久力跟防搓揉力也非常的够 光看它的颜色一开始你会担心想说 嗯会有存在感吗 结果没想到画上眼睛之后 会让你的眼睛自然有神 不像有的咖啡色 其实它太淡的画 真的没有什么存在感 可是它很神奇的是啊 它的颜色明明就是偏浅偏亮的 可是叠加之后会越来越浓郁 但是依然是非常自然 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在戴眼镜的时候 偶尔会化妆 可是我就觉得 戴眼镜擦眼线就很怪 就说不上来 有一种浓妆感 用了它呢就非常的自然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就是很用力的感觉 那像我今天的妆 其实跟平常比起来 是更浓一些些 但是用它也是完全的有存在感 所以这个颜色真是蛮神奇的 你除非自己真实使用过 才能够体会到它的美好 你用久了 它的毛也不会分叉 出水量也还是维持一样很稳定 它细细一只小小一只 我真的用很久 都没有要变干的趋势 所以非常非常的值得 好反正一只眼线笔 该有的优点它都有 那绝妙的调色 是其他的东西所没有的 所以you're gonna try ok you're gonna try ok说到眼妆部门 身为睫毛仙子的我 怎么能够错过 跟大家大肆推坑 我的爱用睫毛膏的机会呢 来来来 这个是发思友的防水浓密卷翘睫毛膏 然后我推荐的是这个绿色管身的 发思友他们家的睫毛膏 有分成温水可泄跟防水型的 那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防水型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我用到那种温水可泄的睫毛膏 就算我睫毛夹的再翘 它还是会瞬间 下楼然后痒 对就是非常的悲伤 那发思友这款睫毛膏 我觉得它最棒的优点就是 它能够长时间去hold住你的卷翘程度 在合理的情况下去做叠加 它能够让你的睫毛尖端去收的 每一根每一根都是尖尖细细的 非常漂亮 你要厚土的话呢当然也是ok 今天在影片里面示范的这一只睫毛膏 我已经用它超过半年了 还使不得换 所以可能会有点微微结块的状态 但是其实你的手法用对的话 它可以画出非常完美漂亮的仙子睫毛 一样我之前有拍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好不好 这只睫毛膏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囤货的人 尤其是裁妆品 因为我真的很喜新厌旧 可是我这次就是做对了啊 我有先买一只回台湾 要不然的话没有它我真的不知道 How do I live 真是有够夸张 但是它在我心中就是有如此重要的分量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喜欢那种 有存在感的睫毛 但是希望是干净 而且是能够快速上妆就漂亮的话呢 FASIO就是睫毛膏我只能说 真的赞 然后当初会买下它也是因为 我在店里面看到有LDK评价 Number 1的贴纸 所以我就 一定要买日本毒舌杂志都说了 Best Buy 怎么不败 另外一支呢是专柜睫毛膏 它是3的 那这款睫毛膏呢 说真的它跟FASIO比起来 妆感是更加的纤细自然高级 那再画完之后呢 甚至你的睫毛是非常非常柔软的 它并不是那一种你随便撸一撸 就可以很漂亮的睫毛膏 如果说你要把它画得非常有戏剧张力的话呢 你就是一定要叠擦的很多层擦得好 它是真的可以画出那种孔雀开瓶的效果 那如果说像我今天睫毛的状态 比较没有那么的好 它的妆感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厉害 可是精致度还是有的 加上它的手感包材等等的 我觉得是有符合它专柜的调性 像它这样子的妆感 确实是开架睫毛膏里面所无法呈现的 维持卷翘度的话是Facial略胜一筹 它呢有时候如果说下雨天啊 或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它会微微的下楼 当然不是完全塌掉那种 可是会就是比较没有精神这个样子 虽然说我手上只有一款 NV他们家的唇部产品 可是这个颜色呢 真的只要我擦上去 就是一直被称赞 除了调色好看之外 它上唇的滋润度非常的够 虽然说会有一点点的转印 可是整体来说呢 它的持久力也是OK的 那这个产品今天我最主要 会拉出来跟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 舒适好看 因为液状唇膏 你当然就是会期望它更持久一些些嘛 但是能够做到 不会那么显唇纹颜色 这么高级的真的很少 那这个唇釉呢 也是它所有的产品里面 我觉得包装手感跟质感最好的 因为它虽然说也是塑胶 可是它是有点重量的 做成这种有点磨砂的感觉 而且墨数很大 感觉可以用很久 当做一个唇部打底啊 或者是说单用都非常的OK 百搭知性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说你自己也有好用的 日本药妆或彩妆想互相推坑 兄弟姐妹们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 Pinky Don't Stop 这一集真的是用生命在拍片 因为你知道我腋下真的是实爆 So hot 我的喉咙 我的喉咙保全 所以记得订阅分享 按铃铛 订阅分享 按铃铛 按下小铃铛的话呢 只要我送传新影片 它都会通知你 所以请记得回来哦 然后也记得按赞 干的心 I love you so so much 那就下部影片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I love you